欢迎大家回到新编日语第三册的学习课堂 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先做一个听写的练习 请大家拿出一张纸 把老师报的单词和句子写下来 并且翻译成中文 じゃあ始めます ゆうたい けひ 他社 得 自我自産 手数料 好的 下面是句子 母にしてみればこれは無駄遣いです みんな働いているので 私だけがそばで休んでばかりもいられません 不合格の学生がかわいそうです かといって合格させるわけにもいきません 好的 请大家看一下黑板核对一下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12课的课后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后的Function用語 也就是功能用语 请大家把書翻到第276頁 这段对话给大家介绍了日语中关于コーセイ 也就是组织结构方面的一些表达方式 首先A说到 学生会の指導部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 在这句话中的ナル 是表示组成构成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学生会的指導部是怎样构成的 而B的回答是 在这句话中的 是構成する的被动态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有一个委员会 是由9个人这一基数构成的 然后A又问到 在这句话中的 是表示有什么什么构成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是由几个部门构成的 然后B的回答是 意思就是 有5个部门构成 然后A又说到 体育部はどういう構成になっていますか? 意思就是 体育部是怎样构成的呢? 最后B的回答是 陸上竞技と竞技からできています 在这句话中的 できる是一个自动词 在这里的意思是 组成、建成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是由田径和球赛组成的 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课后练习 请大家把数翻到第277页 我们直接来看练习的第二大题 这里的第一小题 根据后半句的内容 可以填一个表示眼前的 目の前 也就是 目の前にあるのに気がつかなかった 在这句话中的 気がつく 是一个词组 意思是 察觉 发觉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明明就在眼前 但是却没有发觉 然后是第二小题 同样根据前半句的内容 可以填一个 表示轻松 舒适 无忧无虑的 気楽 也就是 昨日で 最后の試験も 終わった 今日から 気楽 意思就是 到昨天为止 最后的考试也结束了 从今天开始 就轻松了 然后是第三小题 在这里 可以填一个 表示麻烦 费事的 形容动词 面倒 来修饰其后面的名词 手続き 也就是 面倒な手続きを 思うと 外国旅行を 辞めたくなった 意思就是 一想到麻烦的手续 就不想去国外旅行了 好的 我们再看 第四小题 在这句话中 可以填一个 偉い 在这里表示 事情糟糕 也就是 こんな山の中で 道にでも迷ったら 偉いことになる 意思就是 如果在这样的深山中 离个路什么的话 就糟糕了 好的 我们再看第五小题 这里可以填一个 表示 由什么什么 到什么什么的 接续词 ないし 也就是 一週間 ないし 10日間のうちに 結論が出ると思う 意思就是 我想在一星期 到十天之内 会有结论出来 然后是第六小题 在这句话中 根据前半句的意思 可以填一个 表示误会 判断错误的 勘异 也就是 慌てて 他人のものを 自分のものと 勘异 意思就是 慌慌张张的 错把别人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东西了 好的 我们再看 第七小题 在这句话中 同样根据 前后半句的意思 可以填一个 表示得利的 得 也就是 損をするものがあれば 得 得 するものもある 全体的には バランスが取れる 意思就是 有赔的 就会有赚的 在整体上 都能够保持平衡 然后是 第八小题 这句话 根据前半句的意思 可以填一个 表示逊色 相形见处的词组 見取りがする 同时 根据空白处 前面的 比べても 可以知道 这里的 見取りがする 需要采用其否定的形式 也就是 見取りがしない 所以这句话 就可以说成 彼の体格は 西洋人と比べても 見取りがしない 意思就是 他的体格 哪怕是和西方人相比 也毫不逊色 好的 我们再看 最后的第九小题 在这里 可以填一个 表示自卖自夸的 吉他吉桑 也就是 意思就是 不是自卖自夸 吃了我们家的乌冬面 就不会再想吃 其他家的了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 练习的第三大题 首先是第一小题 也就是关于 哈字塔的用法 可以表示 照理说 应该 怪不得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 这里的第一组绘画 绘画发生的背景是 田中さんの家から ここまでは 1時間くらいかかります 意思就是 从田中的家到这里 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 首先A说到 田中さんはまだですか? もう3時になりますよ 意思就是 田中还没到吗? 已经3点了 而回答就可以说成 你今前に家を出たそうですから もうすぐ来るはずですよ 在这句话中的 そうです 用作传闻注重词 意思是 听说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听说他2点之前就出门了 应该马上就会来了 好的 我们再来看 第二组绘画 绘画发生的背景是 ジョンさんは 日本語3年間 勉強しました 也就是 约翰已经学了3年日语 首先A说到 ジョンさんに出す手紙なんですが 日本語でいいでしょうか? 意思就是 写给约翰的那份信 用日语写可以吗? 回答就可以说成 日本に3年間もいましたから 日本語でわかるはずですよ 意思就是 因为他已经在日本待了3年 所以用日语来写 应该看得懂的 我们再看第三组绘画 这组对话 发生的背景是 田中さんには 昨日 明日は学校休みです と言いました 意思就是 昨天对田中说了 明天学校放假 我们先来看A的说法 田中さんは 今日は学校が休みだ ということを 知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ね 意思就是 天中知道 学校今天放假吧 而B的回答是 昨日言いましたから 知っているはずですよ 意思就是 因为昨天から说过 所以应该知道的 然后是第四组绘画 这组对话的发生背景是 今4時58分です 次のバスは5時です 意思就是 现在是4点58分 下一班巴士是5点 我们先来看A的说法 バス中々来ませんね どうしたんでしょう 意思就是 巴士怎么也不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B的回答就可以说成 もう58分だから すぐ来るはずだよ 意思就是 已经58分了 应该马上就来了 我们再来看 最后的第五组绘画 绘画的发生背景是 長村さんのアパートの略图を 但第二小题 是关于 にしてみれば的用法 にしてみれば 一般接在表示人的名字之后 表示站在其立场 推测其想法 可以翻译为 对于某人来说 这里的第一句话就可以说成 在这句话中的 しが与其后面的否定形式 売れない搭配使用 表示限定 意思是指 仅仅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我看来 如果无法实现 只有优质商品 才能够畅销的时代的话 也就谈不上完全的自由竞争 然后第二句 则可以说成 子供にしてみれば 日曜日は遊ぶものだ 意思就是 对孩子来说 星期天就是用来玩的 然后是第三句话 这句话可以说成 消費者にしてみれば デパートの割引きカードは とても魅力があるものだ 意思就是 对消费者来说 百货商场的打折卡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我们再看第四句话 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先生にしてみれば 私はいい学生じゃない それどころか 勉強もダメだし 先生の話も聞かない いたずらこだ 在这句话中的 どころか 意思是 哪里谈得上 其指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对于老师来说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其指如此 是一个学习又不好 又不听老实话的淘气鬼 而最后的第五句话 则可以说成 客さんにしてみれば 質のいいものは 値段が高いのが 当たり前だと考えている だからあまり安い値段で売ると 帰って売れなくなるよ 意思就是 对于客人来说 他们会认为 品质好的东西 价格当然会贵一点 所以如果卖得太便宜的话 反而会卖不出去 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小题 是 てはいられない 以及 て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 的用法 てはいられない 可以理解为 ている的 可能态的否定形式 意思是 不能一直 而て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 则是表示 不能总是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第一句话 就可以说成 いそがしいから そばで 休んで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 意思就是 因为很忙 所以不能总是 在旁边休息 然后第二句话 就可以说成 わたしと関係がありますから だまってばかりはいられません 意思就是 因为和我有关系 所以我不能总是 目不作声 然后第三句话 就可以说成 あたまがとても痛いんだ もうよあけまで まってはいられない 意思就是 頭非常疼 已经等不到天亮了 然后是 第四句话 这句话 可以说成 病気で寝ているわたしは 火事に追われている 妻の疲れた顔を見て 寝て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くなった 意思就是 因为生病而躺着的我 看到妻子 由于忙于家务事 而倍感疲惫的表情 不禁感到 自己也不能总是躺着了 而最后的第五句话 则可以说成 そう言われると 恥ずかしくて 落ち着いて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くなった 意思就是 被这么一说的话 就感到非常难为情 心情也变得 无法平静下来 好的 我们再看第四小题 是关于かといて的用法 是一个词组 表示让步语气 也就是部分转折 并且在后句 往往会出现否定意义的词句 以致呼应 可以翻译为 虽说如此 这里的第一句话 就可以说成 これを見ると 他のものはみんな身を取りがする かといて 他のものは全然ダメだ という意味でもない 意思就是 看了这个东西 其他东西就会显得相形见绰了 但是我的意思 也并不是说 其他东西都完全不行 然后是第二句话 这句话可以说成 今の仕事が嫌で 辞めようと思っている かといて 今すぐ辞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意思就是 非常讨厌 现在的工作 想要辞职 但虽说如此 也不能现在马上就辞职 而第三句话就可以说成 一年に一度ぐらい贼沮をしましょう かといて ガーデンホテルへ 連れて行ってください などと言わないでね 在这句话中的ぐらい 表示最低程度 可以翻译为 起码 至少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一年之中 我们至少也奢侈一回 但虽说如此 也不要让我带你去 花园饭店之类的 我们再看第四小题 这句话可以说成 今度の日帰り旅行に みんなあまり興味がないみたいですね かといて バスなどは もう予約しておいたのですから 辞め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对于这次的一日游 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兴趣 但话虽如此 バス什么的都已经预约好了 所以也不能不去 而最后的第五句话 则可以说成 あの人は気楽なんですよ かといて 失敗しても平気でいる人間ではありません 在这句话中的でいる 接在名词的词干之后 表示保持某种状态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想得开的人 但话虽如此 也不是失败之后 也能够保持冷静的人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练习的第四大题 首先是第一小题 这里的滑线部分 可以换成 表示浪费 乱花钱的 むだつかい 也就是 おとしだまうむだつかいしちゃだめよ 意思就是 压碎拳不能乱花 然后是第二小题 这句话中的滑线部分 可以换成 表示白跑一趟的 むだし 也就是 今日もまたむだしだな 意思就是 今天又白跑了 我们再看第三小题 这句话中的滑线部分 可以换成 表示白费力气的 むだほにおり 也就是 努力はむだほにおりだ 意思就是 付出的努力 都白费了 然后是第四小题 这句话中的滑线部分 可以换成 表示废话 闲话的 むだばなし 也就是 むだばなしを言わないで 用件を言いなさい 意思就是 不要说废话 说正经事 而最后的 第五句话中的 滑线部分 同样可以换成 むだばなし 也就是 毎日むだばなしばかりをして しのと何もしない 意思就是 每天静说废话 都不好好工作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剩下的练习 我们留到下节课 再进行讲解 下面我们进入 复习的环节 请大家拿出笔记本 做好笔记 今天我们复习的内容是 初期课程中的 授受动词的用法 首先我们来看 表示自己 授予别人的 やる あげる 以及さしあげる 首先 あげる 以及さしあげる 可以用作他动词 以名词加上 おあげる 以及名词加上 おさしあげる 的形式 表示自己给别人某物 而さしあげる 其实就是 あげる的 进语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这里的 句子主语是自己 所以さしあげる 属于あげる的 自签语 比如说 わたしは先生に本をあげる 或者 わたしは先生に本をさしあげる 意思都是 我给老师一本书 然后 あげる 以及さしあげる 还可以用作 不住动词 以动词的 提醒的提醒加上 あげる 以及动词的提醒 加上さしあげる 的形式 表示自己 为别人做某事 比如说 わたしは先生に 本をかってあげる 或者 わたしは先生に 本をかってさしあげる 意思都是 我为老师 买了本书 另外 关于やる 的用法 同样可以以 名词加上 おやる 的形式 表示自己 给别人某物 或者以动词的 提醒 加上やる的形式 表示自己 为别人做某事 但是 一般用于 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或者动植物 比如说 わたしは娘に 漫画をやる 意思就是 我给女儿漫画 再比如说 わたしは娘に 漫画を読んでやる 意思就是 我为女儿读漫画 然后 我们再来看 表示别人 受予自己的 くれる 以及くださる 首先 くれる 以及くださる 可以用作 他动词 以名词 加上 おくれる 或者名词 加上 おくださる 的形式 表示别人 给自己某物 而くださる 其实就是 くれる 的 禁语形式 并且 由于这里的 句子主语 是别人 所以くださる 属于くれる 的尊敬语 比如说 先生は 私に 本をくれる 或者 先生は 私に 本をくださる 意思都是 老师 给我 输 然后 くれる 以及くださる 还可以用作 不助动词 以动词的 提形 加上 くれる 或者动词的 提形 加上 くださる 的形式 表示别人 为自己 做某事 比如说 先生は 私に 本を 買ってくれる 或者 先生は 私に 本を 買ってくださる 意思 意思 都是 老师 为我 买 书 最后 我们再来看 表示自己 从别人 那里 接受的 もらう 以及 いただく 由于表示的是 自己 从别人 那里 接受 所以 带有 将别人 抬高 将自己 点滴的 语感 所以 是一种 比较委婉 客气的 表达方式 首先 もらう 以及 いただく 可以用作 他动词 也就是 以名词 加上 もらう 或者 名词 加上 もらう 的形式 表示 自己 从别人 那里 接受 某误 而这里 的 いただく 同样 是 もらう 的 禁语 并且 这里的 句子主语 还是 自己 所以 いただく 属于 もらう 的 字 签语 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 对象语 后面 的 格助词 除了 使用 に之外 还可以 使用 から 比如说 私は 先生に ほう もらう 也可以 说成 都是表示 我从老师那里 拿到一本书 另外 もらう 以及いただく 同样可以 用作 不住动词 以动词 贴形 加上もらう 或者 动词贴形 加上いただく 的形式 表示 自己接受 别人 为自己 做某事 比如说 私は先生に 本を買ってもらう 也可以说成 私は先生から 本を買ってもらう 或者 私は先生に 本を買っていただく 也可以说成 私は先生から 本を買っていただく 意思都是 成本老师 为我买了一本书 好的 关于 受受动词 更加 复杂的用法 我们留到下节课 再进行复习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皆さん 今日の授業は ここで終わりましょう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